第12題為了避免麻煩爺爺配了一副多功能眼鏡 看遠霧時透過鏡片上半部 看鏡物時可透過鏡片下半部 則這副眼鏡鏡片的構造最可能是下列合者 我們看到我們看遠霧的時候 會看不清楚 那透過鏡片矯正 所以看遠霧看不清楚是要拿鏡來看 所以這是鏡視眼 而鏡視眼的鏡片是凹透鏡 我們曾經學過也背過 而看鏡物會看不清楚要拿遠 這要做所謂的遠視眼 我們靠這個鏡片來矯正 那我們遠視眼鏡片呢是凸透鏡 這個我們也學過也背過 所以我們就知道 這上面呢應該是向鏡視眼凹透鏡 下面呢應該是向遠視眼凸透鏡 所以第12題問我們說 則這副眼鏡的鏡片構造 最可能是下列合者 我們答案選的是A 上半部為凹透鏡 下半部為凸透鏡 我可以